《一支歌》 一代又一代的人正是喝着这动听的旋律与人民共和国同行 一代又一代人正是喝着这动听的旋律与人民共和国同行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从心底唱出的歌声 在这歌声里中国人民最终摆脱了一百多年来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解放了自己解放了中国 当年这首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曾经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侵略者浴血奋战 成为整个民族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号角 今天伴随着这雄壮的乐曲 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中华儿女被欺凌宰割的历史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最深迷复把英勇军进行曲当作歌是中文歌 中文歌来总的也这么讲 他的理由就是一个歌为了民战斗的一个雄壮歌 当时的真意就是这么讲 歌词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中华民族到了自由的制度是有些措施 制度这句话会改一改 我就是说我们过去是在地点上 我们现在还是地点上 包裹这种地点 我们还是天天要说有危险的 所以保留这个过去是有的 这种意思说呢 这个说改了就没有感情了 这个说改了就没有感情了 这是一首从普通百姓到共和国主席都会唱的歌 这是全世界的华人都爱唱的歌 每当这只歌在神州大地上回荡的时候便宣告共和国新的一天的来临 这只歌同新中国一起诞生 并伴随着共和国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这只永恒的颂歌已经成为了共和国的象征 它无时无刻不再波动着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心弦 1949年10月1日 在30万军民参加的开国大典的集会游行中 有一位31岁的青年作曲家也随着游行队伍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主席那震撼的声音撞击着她的心里 我所见到的国家也说 你得说这是佛人的意义альную细逆 你不得担心当我说佛人之间 你耀世疏 你不得担心当我教人的于是 你不得担心当有时候 你不得担心当我看待 我 Cult中的后会的 你能担心当我追视自己 从那一刻起,王欣就酝酿着要写出一首能够表达人们赞美祖国,热爱祖国的歌曲 1950年的金秋,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日子里 担任天津市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欣到北京购买乐器 当他再次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一下子就被广场热烈的节日气氛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个面前刮大空空中,记住在地面,刮军中在地下,记住在地面很浓, 你看到一大堆天,这个天井当时也有反应了,不表达, 但是山路门就有看好。 你回头了无法使得很好。 自我认为你 睡觉了。 我认为我弄它儿cal 回看来来。 我当然听到现在我又懂得好。 我倒是这样 这就能不能说话。 你对我说 会不会这样。 在返回天津的路上,王欣仍然陶醉在創作之中,所有的旋律、節拍、音符都浸自在對偉大祖國的熱戀裡。 就在滾滾的車輪聲中,寫完了整首歌的旋律和第一段歌詞。 我真是,假如我不是這個,別人也會這樣。 但平時本身的流入,人們共同的經驗的流入,人們共同的符合。 歌曲的發展跟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遂。 我們的中國歌曲進入到建國初期,就是講49年建國嘛。 到50年代建國初期這個階段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可以講是一個全新的時期。 它這個風格特點是繼承到康瑞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歌曲特點來的。 在這個時期就是說,建國初期它表現出來的就是 寛致敬異國和 associ員都思緒的點養。 民族的自豪感非常強烈。 我們有的支持報導。 中國的時候,儘管人們的物質時供還比較,相對的說還比較平衡, 精神上確實是鬥智昂揚,充滿了信心, 充滿了信心,充滿了信心, 充滿了希望,但是這種希望是一種付出的、投入的、願意為這個國家獻身的,這樣一種熱情。 無情呼吸,急呼吸呀! 我覺得很表現,那個時候人民已經心情了,就是相信我們的國家從此走向完勝五強。 整個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就是一種,在《自信歌》裡頭,你看那種民族的自豪感, 對於祖國的這種熱情,油然而生,它一直到現在還是能夠非常強烈地打,打敗的一切。 這是一段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的歲月。 1950年,剛剛成立不到一年的共和國,百業待舉,百廢待興。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在鄰國朝鮮的一場戰爭,燒到了我們的家門口,嚴重地威脅了祖國的安全。 為了保衛國家的和平,中國人民志願軍肩負著人民的重託, 雄啾啾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邁向了抗美援朝的戰場。 segundaمة cuidado 衛生城 熟 Auto 白糖 Sleeping 冰糖 Portal 沛 那時候就很壞啊,不擔心腸。 還有有一次,剛吃完飯的時候, 我們有小朋友就送信箱。 結果他們幫下山, 他們就來了。 我們跟他們掃睡, 結果有十幾個別人, 全都在一起。 又叫別人家山。 在當時那個情況來看, 在這時候的情況下, 對你們他們8人 已沒有, 在這時候在剛才暗οι, 在這時候已經算了3, 你不曉得去西方大陸, 你不曉得去西方那裡, 你不曉得去西方大魄, 你不曉得去西方大, 當天安靜 那個時候完全是國子來調節我們的精神啊 那些國子都是比較不忍心的 有些國子戰鬥力是相當強的 這一個點兒如何相對敵人 把敵人打敗了 就說我們取了生命 就說我們被人欺負了 我們就完成了 在一國他鄉的朝鮮戰場 戰士們時刻想著祖國念著祖國 一九五三年年僅二十歲的吳俊回到了祖國 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 祖國人們安心建設 那天還下蒙蒙的雨 小雨 這顧不上了 感到下雨也不怕 下寶子也不怕 心情很緊張 這個狗矮了 看不見了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毛主席都管在台上嘛 毛主席在上面我們得下面一點嘛 毛主席從東到西 都把我們見面了 祖國人民能安心建設 把祖國建設得那麼好 我們就感到比較高興 我們保護 真是保護著祖國了 使我們祖國能 能跌到那麼安全的生產 都把建設祖國 建設家園 伍佳環境 So we're still here 一邊轉 風魂 一邊轉 二邊轉 一邊轉 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 你又不想 你我等着你 你又不想 我又不想 你又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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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從戰亂走向和平的道路上 時代歌聲是曾經喚起中華兒女 浴血奮戰英勇獻身的號角 他響徹中華民族每一個緊要的歷史關頭 在新中國治癒戰爭的創傷 不斷走向繁榮富強的艱難征途上 時代歌聲更是激勵人民開創奇蹟的最強音 尊 constant 尊敬展富強的艱難 尊敬佳 歌詞喚醒著我們前民族的國家意識 正在我們國家的人民的精神 來多探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國和民國 我覺得這是意義很森嚴 當時已經在他這個歌詞的感到之下 也是給我一個主張的歸國的心願 當時回來的時候是給我一個正如 是中華民國外交部的 留學生的歸國在民宿 但是那個正如只能是爐頂的聲音 耶路山我是逢在西方的離職前 不能拿水啊 只看到深圳爐頂我才放水 我到了香港的時候 我命定就等一 一兩小時我跑 我跑出事情了 就到那羅湖橋 我就那邊就過來了 一過呢是一個殘拿 只有兩個解法人 馬上從我家幹 我就把他從西方裡面 把他這個這個這個 證券拿出來以後 他馬上看看我 他啪 進一個裡 換一輩 有個換一輩 我又一下子我 馬上引發 我就聽 一個大石頭我就 我聽了 那 Kelly 馬上會 我先一個那個 我剛剛就這裡 擺著這杯子 我先來 林福峡 辰法 我跟台灣 林福 傻 我 看 當年朝氣蓬勃的熱血青年 心中正是吟唱著歌頌祖國的旋律回到故鄉 他們把青春和生命都獻給了中國的建設事業 二十年後的一九七八年 中國迎來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歲月如歌 在那個時代的歌曲中 則體現出了人們對歷經劫難的共和國 一種深層次的情感 我天多情的土地 我踏過的路地上 沉沉花香鳥逃遇 到了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之後 那麼我們有一個主題是二國主義主題了 這個時候產生的湧現了很多優秀的 發自內心的歌頌祖國的歌唱這個 我們民族的歌曲 那麼這個時候在音調上跟建國初期不一樣 建國初期像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進行曲 雄壯 到了這個時期是一種深刻的書情性 豪放遼闊的音調來為特徵的 這就是一種歷史感 一種歷史感 我們的作曲家經過了文革的劫難之後 他表現的感情更深沉了 他也能夠用非常深沉的語言 來抒發這種民族的一種生活的感情 來抒發這種民族的一種生活的感情 我心裡仍是中國心 我心裡仍是中國心 我的祖先到底把我的一切 老上種活影 長江長城 黃山黃河 在我心中從前進 無論何時 無論何地 心中一樣輕 留在心裡的雪 是中國心中 現在這個,多少年來,我們這個民族真的是龍騰舞躍啊, 這個幾千年來,在人民精神上,在文化上, 在整個世界上,我們這個民族都是領先的。 鑽魚仰青, 流淡洗衣雪, 進入到封建宗湖起以後, 它就發展停止了, 所以就出現了二十世紀前半夜的那一個很不幸的唱片, 帝國主義一步一步的濕入到中國來, 對中國的剝削、機靈、掠奪,甚至燒殺, 一天甚至一天, 但是在这种非常严固的考验下 中国人没有弯腰 没有屈服 中国人硬是挺起来了 硬是凭着自己的两只手两个腿 跟他们的洋枪洋炮军舰对抗 最后中国人取得了胜利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体现了农的这样一种 农腾不要翻前覆地的这么一种民族形势 1997年的7月1号和1999年的12月20号 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庆贺的日子 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百年国耻终于被洗刷干净了 五 五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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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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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